喬布斯病逝 蘋果公司在美國加州總部下半期向喬布斯致哀 蘋果網站以喬布斯一幅黑白的相片宣布他離世 但未有公佈死因 並以簡短的說話悼念這位精神領袖 說蘋果公司損失了一位富有軟健和倉依無限的天才 世界失去了一位令人讚嘆的人物 而有幸認識和和喬布斯共事過的人 就失去了一位自由和鼓舞人心的導師 喬布斯留下的是一間只有他才有能力創辦的公司 他的精神永遠都是蘋果公司的基石 蘋果公司行政總裁撫黑向全體員工發出電郵 說喬布斯的才華、熱情和能量是無數科技創新的全員 豐富和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令世界變得無限美好 公司永遠懷念這位科技巨人 對喬布斯的家人置以深切的慰問 喬布斯的家人發表聲明 說喬布斯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平靜、慈勢 又說喬布斯在公共場合以負有軟健而聞名 而在私人生活當中他好珍愛家庭 2004年患了胰臟癌的喬布斯 7年以來請了3次病假 在09年他接受了肝臟移植手術 但健康並沒有好轉 喬布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今年6月 當時他是在請病假 但仍然親自介紹 蘋果公司推出的iCloud 雲端平台 他明顯銷售 但精神不錯 2個月後 這位蘋果的靈魂人物 就宣布辭去公司行政總裁的職務 轉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雖然在信當中 他沒有提及辭職理由 不過就說 自己經常說 如果有一天 自己沒有辦法履行到職務 以及符合作為行政總裁的要求 他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外界就猜測是和他的健康問題有關 56歲的喬布斯 是科技界的傳奇人物 由他21歲 創辦蘋果公司開始 過去35年 他改變了人類對科技的認知 將科技和設計混為一體 令到以往認為不可能的事 變為可能 喬布斯的成功 是他不會浪費時間 亦不會浪費生命 賣布斯一生起起跌跌 他的傳奇故事 由1976年講起 當時只有21歲的喬布斯 同朋友在家裡的車房 成立了蘋果公司 製造了世界第一部個人電腦 Apple One 第二年 就再推出Apple Two 開創了個人電腦的先河 到了1984年 第一部MAD機 麥金塔電腦面世 令到個人電腦開始普及 具有劃時代的影響 但由於蘋果的電腦 銷量不及微軟的PC個人電腦 令到蘋果業績 每況愈下 喬布斯因權力鬥爭而黯然離開蘋果 他在1997年 重返當時貧林破產的蘋果 他帶領蘋果東山再起 開發iPod、iPhone和iPad等 多種風魔全球的科技產品 業績累創新高 他在數字音樂、智能手機 和平板電腦等領域的貢獻 堪稱是革命性 喬布斯出席新產品的推介會 都為萬千的蘋果迷 帶來一次又一次的驚喜 最新的驚喜 是iCloud 雲端平台 如今驚喜不再 有的只是懷念 懷念此刻在天上雲端的喬布斯 亞洲電視記者 孫舍勤北道 而喬布斯小小 全球各地都有不少蘋果迷 感到很可惜 蘋果的主要競爭對手 都讚揚喬布斯的貢獻 陳錦芬報道 蘋果傳奇人物 喬布斯與世長詞 世界各地的蘋果迷 都感到很遠色 好像在上海蘋果旗艦店 有市民專程來到這裏 悼念喬布斯 至於蘋果主要對手之一 省辦人開始形容 喬布斯是對手 亦是朋友 柯池知道消息都很感觸 發表聲明 至最深的哀悼 柯池說 喬布斯和他約在30年前認識 表示在這個世界上 很少有人像他一樣 為這個世界帶來這麼大的影響力 至於仍然和蘋果有訴訟的競爭對手 南韓三星電子公司 亦都發表聲明 深切哀悼 說喬布斯對科技界 帶來很多革命性的改變 是一個偉大的企業家 他革新的精神 不會被世人忘記 美國政界人物 亦都紛紛哀悼 其中總統布巴馬認為 美國失去了一位柔軟件 和創意的發明家 喬布斯具有創新想法的勇氣 改變全球 亞洲電視機就是一層感分播道 在香港亦都有不少蘋果的支持者 包括來自內地和美國的遊客 特意去到蘋果專門店 拍攝影響榴槤和獻花 施樂秋去看過 得知喬布斯的死訊 不少市民和遊客 特意來到蘋果專門店 拍照榴槤 還有人在門外獻花 他說由蘋果推出第一代電腦起 已經是支持者 好欣賞喬布斯的精神 很多人認為 他一間公司做軟件硬件 不成功 但是最終證明到 他做這件事 由始至終 都是非常之成功 因為他Apple已經成為 全球最有價值的一間公司 而這一位來自北京的遊客說 難以相信喬布斯的死訊 有點不相信 我覺得這是一個 今天不會是4月1號吧 我覺得今天10月6號 好像是這樣吧 但是我覺得很遺憾 我會回到那個網站上再證實一下吧 有來自美國的遊客也都說覺得好傷感 這間是中環的蘋果專門店上個月尾才開張 當時吸引很多蘋果的支持者 好興奮地來到 但想不到時間不夠兩個星期 他們再一次來到就帶著傷感的心情 阿州電視記者施樂秋報道 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